大家好,我是吴国斌医师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关键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 颈椎错位的问题 那大家知道吗? 很多常见的疾病包括头晕、头痛、眼睛视力退化 还有比如说睡眠障碍 还有一个脑部的退化 脑部退化包括什么呢? 比如说帕金生疾症或者是老年痴呆或癫痫之类的 甚至中风也多少都跟这个颈椎错位有关 我们以下再来介绍几个很简单的颈椎错位的一个自我调理方法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好好的自我调理的话 你的病情就会无意中不知不觉的就会改善 而且比吃药、比打针都更有效 好,那总共有七个收法 那我一一教给大家